慢点 慧慧 慢点 行了 爸 慧慧 你们呀 就别送了 儿子 你一定要出去啊 在外面啊 好好照顾好自己 大帅 你能不能不出去打工啊 慧慧 我也不想出去啊 我舍不得你 也舍不得这个家 可是 你看咱家这个样 我不出去 怎么办呢 是啊 慧慧 你的腿啊 还残暖呢 这以后还需要钱啊 我儿子要不出去挣钱 咱们家 怎么有钱给你看病啊 大帅 你也可以在我们县城找份工作干啊 这不一定非要出去啊 慧慧 你也知道 这咱们县城的工作啊 工资低 咱们家消费这么大 还要给你看腿 我还是出去吧 您放心 每个月啊 我都会给你们打钱的 只要能把你的腿治好 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大帅 辛苦你了 是我拖累你了 说什么呢 慧慧 咱们呀 是一家人 对了吧 我走之后啊 你一定好好照顾慧慧 她的腿不方便 别让她干什么活啊 好好好 你呀 就放心吧 这家里呀 也没什么活啊 我呀 什么也不让她干 行 慧慧 爸 那我就先走了 大帅 你路上慢点 行 爸 这都中午了 我去给你做饭去 哎 媳妇啊 你的腿啊 不方便 会无力啊 休息会儿 这饭呀 我去做 那麻烦你了 爸 好 哎 这时间呀 过得真快 我儿子啊 出去两个月了 也不知道呀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哎 哎 媳妇 你这是怎么了呀 我不是说 不让你干吗 妈妈 爸 我摔着腿了 我腿疼 爸 摔着腿了 那个怎么办呀 走 把自己去医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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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来 我背着你 哎呀 哎呀 啊 腿疼 哎 媳妇 再一会儿都到医院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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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干啥呀 这背着你儿媳妇啊 我儿媳妇摔着了 我送她去医院 我给你走了 走吧 走吧 你瞧瞧 她儿媳妇摔着了 她既成那个样子 还背着她儿媳妇 也不怕催着人笑话她 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催着人呢 早都在背后议论他们两个了 说的可难听了 这儿子不在家 这公公在家照顾儿媳妇还挺好 哎 谁说不是呢 哎 行了 行了 别让人听见了 听到怎么着呀 她都不想丢人 别着儿媳妇 买大街跑 走 玩去 慢点儿媳妇 快 快 媳妇 快 先坐下 爸 这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 你别背我了 怎么了 卉卉 爸 你看这大帅也不在家 你这背着我出去了 这两邻居看到了 他们肯定议论 儿媳妇 这话呀 不能这么说 这爸呀 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生闺女 我背着你 那能怎么来呀 他们的嘴呀 要怎么说 让他们说去吧 爸 我也知道 你是为我好 可是 这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还是我自己来吧 儿媳妇 爸呀 知道怎么做了 好 你在这儿歇着 爸呀 给你做饭去 那行 大顺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儿媳妇开明啊 又得花一笔钱 这家里的能卖的东西啊 都卖了 这上哪儿去能钱呀 而媳妇也不容易 我一定想办法呀 让她的腿治好 美玲啊 我呀 有事找你的 尤才 找我什么事呀 美玲呀 你手头宽裕吗 能不能借给我一些钱呀 借钱 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你知道 前两天呀 我儿媳妇不是睡着了吗 我把她送到医院里 可是 我们有钱了 谁有的钱全都花完了 就想给你借一些 你给我借钱呀 我一个老婆子 在家里天天闲着 哪有钱借给你呀 要不 你去找别人借吧 爸 这我都听说了 你现在 四处借钱呢 爸 我这个腿啊 我不治了 媳妇 你说什么呢呀 爸就是把这个家卖了 也给你治腿 爸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要是把房子给卖了 咱们住哪儿啊 再说了 把房子卖了 我这个腿也不一定能治好 行了 儿媳妇 你呀 别再多说了 我主意一定 我自有办法 爸 这 哎 大帅 哎 婷婷在这忙呢 是啊 捡点财货 哎 你这怎么回来了呀 哈 我这公司啊 我是放假了嘛 我回来看看 再说我出去啊 有一段时间了 我想他们了 啊 你想他们了 这他们啊 可不一定想你啊 不是 婷婷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听着怪怪的 啊 这你还不知道吧 这咱村的人啊 都传开了 这你爸跟你媳妇 他们两个 嗯 婷婷 你胡说什么呢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胡说 这话可不是我一个人说 咱村的人都看到了 你爸呀 背着你媳妇呀 满大街的跑 什么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信不信有你 反正啊 话我是跟你说的 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 行你忙吧 这个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啊 大帅 你回来了 还我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 你没发生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呢 大帅 你说的什么呀 什么发生什么事啊 给我装饰吧 我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女人 大帅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真不要脸你 大帅 你为什么打我呀 打你 我都没脸说 咱爸呢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行 那就等咱爸回来 我带给你们算账 大帅 你怎么回来了 吵铁门的呀 还吵什么 爸 你去干什么去了 我 我 你我我我什么呀 爸 我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我让你在家 好好照顾卉卉 你怎么照顾的呀 儿子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什么 听不明白呀 听不懂是吧 行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 这我一刚进村 这邻居啊 就对我指指点点的 这我碰见他们 他们跟我说 你呀 背着卉卉满大街跑 这怎么回事 没想到 没想到 你们两个 这丢人啊 这是 大帅 我明白了 原来 你是这样想我们的 大帅 你误会我们了 我没想到 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打我 什么 他打你 你 你 你怎么回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卉卉在你走了之后 摔了腿 你 是我一时着急 背着他送进医院的 什么 是 是这样 爸 对不起啊 卉卉 对不起啊 大帅 我没想到 你这么不信任我 竟然这样想我 你都不想想 那是谁呀 那是你爸 是呀 是呀儿子 我怕卉卉 当着我自己的亲生闺女 你怎么能相信 外面的 非言非语呢 爸 我知道错了 卉卉 对不起啊 是 我一进圈 我一听说这样的事 我也急 你也知道 我是个急脾气 是刚才打了你 对不起啊 不疼吗 你说疼不疼 我现在 是心疼 你知道 你走了之后 我和爸我们两个 是怎么过的吗 这爸 没日没夜的照顾我 还要忍受坏你的流言蜚语 没想到 你还这样想 卉卉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卉卉 你就原谅我吧 我也是一时冲动 你知不知道 爸为了给我看腿 把这个房子都给卖了 这刚刚啊 就是去找买主去了 什么 爸 这房子不能卖 这是咱们的主业啊 我知道 这是我们的家业 可是 当时情况 我真的没办法了 不能看到 这卉卉的腿不治吧 爸 您放心 这个房子啊 咱们是不能卖 我这段时间啊 在外面也挣到钱了 等一下 咱们就去给卉卉看腿 好 好 行 走 卉卉以后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再也不离开你了 走 慢点 我可以了 谢谢 谢谢 我